我总觉得吧 他形象非常好 非常儿 我总觉得对 他戏不能断 因为做一个演员来说 我总想 我老是活着活着 说这样的话 站两头 站两头 再不就帅 漂亮 再不就土话说 东北话说 磕着 有特点 我没说你 没说你 没事 这是咱的特点 他说漂亮帅的时候 是冲着我说的 后来就翻回去就说你 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 是吧 我谢谢你 帮我解围了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 田人大哥说的一点没错 所以我说 在人生的这个生活中 在这个艺术的这个 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我觉得在我背后 有很多让我甚至不知道的人 在默默地帮助过我 推荐过我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合作过 很多导演 人家说经常听到 谁谁谁老说你 听到谁谁谁老说你 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我在这里呢 借这个平台 然后感谢 内心 在我这么多年 在幕后 默默地为我付出和帮助的人 所有的人 谢谢大家 所有的人 谢谢大家 哎呀 还这么遮当呢 多好啊 多好啊 对对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看田人老师的戏 对对对 他演戏太有风格了 对对对对 就你一看你就想看接地 就能爱情地看 接地去 我是属于进不了城的演员 谁说的 进不了城 你这个样子就应该在城里待着 不不不在村里 村里 村里 对 哎 你们两个是不是铁人老师还 人家当时就是在剧团当演员吧 对对对 你是不是原来就不是演员呀 对啊 我是一个业余积极分子吧 文艺积极分子 嗯 在工厂的舞台上 蹦他蹦他蹦他 蹦他在这儿来了 啊 也就是说 当年您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人 对吗 可以说我们俩都是北漂大军之一 对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知识地图 观点 感谢观看